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第一支箭是外界射向你的 第二支箭是自己射向自己的 真正让你受伤的其实是你心中的那支箭 能够让你离苦得乐的也只有你自己 身以为然 人生就是一场无法回头的单向旅行 我们会遭遇到很多事 那些快乐的,痛苦的,难过的,喜悦的 都是旅途带给自己的成长 有的人想要完美的旅程 执着于每一阶段 只为了人生不留遗憾 可是遗憾本就是完美的一部分 有喜就有悲 有苦就有甜 又何必为了追求圆满而陷入挣扎 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想要做最好的自己 就千万别和自己过不去 一,不过分高估自己的能力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看清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有可取之处 也有无法达成之实 曾有网友提问 为什么很努力 得到了却开心不起来 一个高赞回答说 因为你用力过猛 得到的也许只是付出的万分之一 你对结果过于焦虑 你的努力只满足了欲望 而非实现了愿望 太高估自己的能力 只会给自己徒增烦恼 增添疲惫 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 才能走得更远 一名外国登山员 不远万里来到西藏 准备攀爬珠穆朗玛峰 他提前几年做准备 只为了能够爬到最高峰 可当他攀登到海拔七千米时 山上的恶劣天气 让他寸步难行 他结合之前学到的知识 和对当前环境的判断 几番思索 最终决定放弃 很多人觉得可惜 也有人不理解他的行为 他却说 七千米的高度 对我来说 已经是一个奇迹 又何必冒着生命危险 去做可能无法完成的事情呢 的确 人生从来不只有一条道路 太过勉强自己 不是无畏 而是没有自知之明 人生不需要永珍第一中提到 如果有一个东西 你垫垫脚就能够到 那就去够吧 这叫努力 也叫进取 如果非要跳起来才能够到 那就别浪费时间了 因为你无论怎样努力 最终还是会落下 这种超出能力的 就叫勉为其难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太自以为是 高估自己 只会让自己走向衰败 赵阔读了几本兵书 自以为打仗天下第一 最终隐恨沙场 杨修自是学识深厚 胡乱上见经言 最后白白丢了性命 凡事有度过犹不及 一个人自信是好事 但盲目自信 只会带来灭亡 不可高估自己的能力 懂得适可而止 承认自己的不足 才能更好地前行 二 无必事事都强求有结果 主持人吴欣 在综艺节目里 曾说过一件事 他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 两人边吃边聊 结果聊着聊着 吴欣却泪流满面 他说 我有一件很较劲的事情 和谁都没有说过 原来 一次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 在场的十位主持人 都各自准备了节目 为了这次表演 吴欣每天都会排练到很晚 胳膊 膝盖 小腿 身上也因此不满伤痕 节目组却因超时 擅自将吴欣的节目取消 而这件事 也成了吴欣的心结 我一直不太明白 十个主持人 为什么别人的都不拿 只拿掉自己的呢 难道只因为自己是最差的吗 这种打击 让吴欣很是难过 而且当天晚会现场 他一度崩溃大哭 我们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也有过相同的感受 自己明明很努力 很拼命 却还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也许人生就是这样 无论怎样努力 还是有改变不了的事情 又无法得到的结果 一味的苦苦强求 往往带来的不是甜蜜 而是更多的烦恼 求不得本就是人生常态 又何必去追求得不到的结果 有句话说 生命中的许多东西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强求的得不到 而不曾被期待的 往往会不期而遇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 很多时候 我们无法掌控结果 尝试过 努力过 其实对自己来说 就已经足够 三 不过分追求人生完美 国学大师纪献林 曾这样描述人生 人活仪式 就像做一首诗 你的成功与失败 都是那一片片诗情 点点诗意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美的人生 然而自古及经 海内海外 一个百分之百完美的人生 是没有的 不完美 才是人生 生活中 人们总是追求完美 总是希望事实做到最好 事实不留遗憾 可说到底 生活哪有什么实权实美 无论怎样 都会有所缺憾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殷勤缘缺 生命该来的总会来 该走的 他也一定会走 太过追求完美 只会增加人生的负担 让自己陷入到无谓的纠结之中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人在沙滩上 见到了一颗又大又漂亮的珍珠 可惜的是 珍珠上有一个小小的斑点 他想 只去掉唯一的斑点瑕疵 珍珠就会完美无瑕 于是他狠心削掉了珍珠的表皮 结果斑点还在 他不甘心 又削去了第二层 斑点还在 就这样 他将珍珠的表皮一层一层地削去 直到斑点彻底看不到 可珍珠也因此变得不同 不但变得极小 就连光泽度和美感都差了很多 那人看到珍珠的最后模样 不禁感叹道 早知道结果是这样 当初就不苛求珍珠的完美了 如果我们不计较那个小小的斑点 珍珠不会变成这样 我也能拥有一颗光滑漂亮的珍珠 人生之事就像这颗珍珠 太过追求完美 只会让自己停滞不前 人生不如意之事 十有八九 我们不可能将每件事 每个经历 都做到真正的完美 既然如此 又何必去适时追求完美 莱奥纳德·科恩曾说 不够完美又何妨 万物皆有裂痕 那是光进来的地方 给人生留一丝缺口 让人生保有一些遗憾 生命最美的地方 不在于是否拥有完美人生 更重要的是 在这段旅途中 是否演绎过精彩的人生 人生在世最怕是逞能 最难也是逞能 说到不做到 既降低了他人的期待 也损失了自己的信誉 到最后只会伤人伤己 有人说 话不说满 可以攻 可以守 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做人之道 话不说太满 事不做太绝 不逞一时之能 不贪一时之快 留几分余地给自己 才不至于让彼此走入绝境 人生最怕的 就是为了面子 成一时之能 为了名利 谈一时之欲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很多事 很多人 从开始 就已经注定结局 又何必为了出一时意气 将自己陷入不可挽回的境地 三国演义中 有这样一段故事 刘备还为村底前 曾在曹操手下做事 为了减轻曹操的猜疑 刘备时时装傻视若 不擦手曹操事物 一日 曹操邀请刘备喝酒 席间 曹操问起当时的英雄人物 刘备胡乱盘点一通 曹操自然不满意 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刘备说 今天下英雄 唯使君与操耳 此话一出 刘备深感惊讶 连筷子都被扔到了地上 正巧天空打雷 刘备借此伪装 声称自己是害怕雷声所致 曹操听到如此言行 大笑道 大丈夫也害怕打雷嘛 以此放下对刘备的警惕 刘备以此保全自己 才有了之后 三足鼎立的盛谎 示弱而不逞强 示拙而不逞能 懂得示弱 不随意逞能 是为人处事的智慧 也是减少麻烦 明哲保身的方式 越满则亏 谁满则意 太喜欢逞能 不是聪慧 而是不合时宜的炫耀 正如网上的一段话 一个真正有内涵的人 从不会自以为是 指乎自己的感受 与他人面前唐突冒进 盲目地出头 甚至张扬跋扈 他懂得何谓进退事宜 逞能一时 不能逞能一世 勇敢适度 是一种落落大方 若勇敢过度 则显得目中无人 说的正是如此 人生短短几十年 那些曾经的经历 不过是生命中的一段旅程 不必太过在意 无需与自己较劲 不高估能力 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 不强求结果 而忽略努力的过程 不为了追求完美 陷入执着 不为了一时意气 逞能炫耀 余生 别和自己过不去 得也好 失也罢 终究是人生所得 不过分强求 不耿耿于怀 愿每个人的人生 都能不复当下 顺其自然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 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我会在Facebook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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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Facebook里面